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志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真投资 我是飞行师周根珍 今天是4月26号星期三 祝福大家小周末愉快 那昨天晚上的美股 跟台子的夜盘 是持续的在下跌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目前的盘面真的不用去担心 很多人会担心说 台股会不会复制去年的走势 会不会反转向下变成空头 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不可能 不可能演变成去年这样子的走法 因为这是一个周期 所谓的周期就是空头走完 它会有一个循环 进入到多头的出身段 所以其实 所有的行情它里面 一定都是会循序渐进 会有一个周期跟一个段落 而不是说 应该是说 没有发生任何的情况 或是说突发的事件 不可能从一个原本的大多头趋势 直接转成空头趋势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不可能演变成去年的行情 那就像我们 其实在昨天的盘后节目 在我的LINE好友 跟YouTube频道里面有 LINE好友可以直接扫描 现在右下角的QR Code可以加入 昨天我们的盘后节目也有提到 就是说 有人会觉得说 会不会跌破去年的低点 一万两千点 就像我们讲的 如果真的跌破一万两千点 拜托你一定要all in去买股票 这就是送分题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而且基本上是不可能会这样跌 因为就像我们这几天 一直在强调逻辑 一个完整的多头行情 里面一定会包含三个阶段 不论如何一定会包含三个阶段 出生段 主生段跟末生段 出生段 主生段跟末生段 它的时间不一定 可能说出生段走个半年 主生段走个两年 这都有可能 但是不论怎么讲 一定会经过这三个阶段 就是在没有发生任何 很重大的利空的情况下 像是疫情 像是乌二战争 这就叫重大利空 这算是例外的事件 但是在没有发生 这种重大利空之下 一定会走这三个阶段 完全不用去怀疑 所以很多人担心 这个时间点的台股 怎么看起来有点 岌岌可危 好像有点要反转 会不会复制去年的走法 不可能 你要说从去年的空头行情 跳脱出来 你才会觉得 因为说去年的空头行情 本益比会一直被下修 但今年不一样 今年是长多格局 长多格局本益比 是会一直被上修 所以当很多趋势性的股票 好股票跌下来 这些我们都是要去找买点 所以我们回到台股来看 以台股来讲 你说台股接下来 它会怎么走 会不会再继续下跌 因为昨天台股跌了256点 贵买指数跌了快3% 坦白讲这个跌幅是算重 但是如果说去看大格局 你说接下来台股它会怎么走 因为台股这个时间点 它算是出身段 那就像我们讲的 大家可以去参考 法国股市跟德国股市 就像我们年初一直在强调的 到现在还在验证 我们从年初一直在强调 今年上半年 国际股市的领头一样 叫做欧股 不是美股 那你去看法国股市 德国股市 真的是一直在创高 所以你说接下来台股会怎么走 我跟你说 去看法国股市 去看1月份的法国股市 你就会知道台股 接下来会怎么走 来我这样带大家来看 如果说我们做个 简单的比喻的话 其实台股目前的位阶 就真的有点像是 1月的法国股市 来去看 这是台股 台股目前长这个样子 黄色这条线是年线 240字的移动平均线 我们就用年线来看 其实我们把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台股已经长了一大段了 这是不是已经高档 是不是主升段 就像我讲的 格局要够大 要赚大钱格局就要够大 来你去看 其实台股从低点反弹上来 对比上去年的高点 这个东西叫做出升段 它其实真的还没有说 出现一个比较主要的行情 就叫出升段 好那如果说 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去看 台股当前的位阶 就像是 1月份的法国 这里 法国股市 是不是 就是没错嘛 法国股市当时在1月份 也是刚刚站上季线 12月到1月这个位置 刚刚站上年线 刚站上年线稍微震荡一下 继续往上攻 所以你这样稍微去对比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才叫做 真正的主升段 这一段叫做出升段 所以你看 台股其实就是在走 法国股市1月份的走法而已 这样子的形态 所以你去想一个 很简单的逻辑 假设你知道法国股市 接下来会这么走 你在1月份 会不会去大买股票 去思考一下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 就是说 台股接下来早晚一定会走 欧洲股市这条路 进入到主升段 既然说一定会走这条路 现在不就是买点 是不是 所以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 经过两到三个月 或者说一季过后 你回过头来看 你一定会感谢你现在 在这个时间点 下去买股票 因为这就是一个循环 这就是一个多头走势 里面的循环 好 那就像我们讲的 你说为什么欧洲股市 它能够先走出主升段 但是台股还停留在出升段 甚至连美股也是 美股走势也是蛮烂的 美股跟欧股比起来 美股也是很烂 那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像我们讲的 主要就是在营收 法国股市因为说 法国跟德国股市 因为电子比重低 大概都不到10% 都落在6到8%这之间而已 电子比重低 所以它的营收是开得出来 不会有库存的问题 那营收开出来 自然会先进入到主升段 那台股不一样 台股因为说电子比重 至少是6成起跳 6成起跳 所以营收开不出来 出升段的时间 就会拉得比较长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 你说台股接下来会怎么走 请你去看法国股市 你去想一下 在1月份 法国股市 你会不会去大买 如果会 现在台股就是要去做大买 所以这样的逻辑 你知道之后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会强调 这个时间点的台股 一定要去买股票 所以其实 这个逻辑我相信 多数投资人都了解了 就是说知道说 台股现在就是一个长多趋势 所以对于便宜好股票 拉回来 我们就要去做买进 所以相关的一些逻辑 大家一定要加入 我们的LINE好友 里面有所有 你想知道的东西 包含标股 包含一些个股的分析 还有一些总晶面的东西 直接用手机打开 手机的相机扫描 现在右下角的QRコン 大家可以自己加入去看 好那回到重点 你去看 既然说台股没问题 长期趋势没有问题 拉回来对于便宜好 我们也就是买电 这个逻辑 我相信八成的投资人 你都已经懂 尤其是如果你看我们的节目 这样这个礼拜 这样每天告诉大家 每天告诉大家 你一定已经了解这个逻辑 好但是现在重点来了 便宜的好股票 好公司拉回来可以去买进 可以去找买点 逢梯找买点 道理大家都懂嘛 谁不知道 好股票拉回来可以去找买点 讲起来很简单 但是实际做起来 这个难度就很高 你就想 一档股票 什么叫做拉回去找买点 拉回到多深可以买 拉回到什么价位可以买 我们要怎么去买 这些都是重点 就是说好股票拉回可以买 全世界谁不知道 但拉回到哪里可以买 这就是重点 所以你看 我这样举几个例子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在这样子的盘面之下 产业加数字 它的优势会被放得这么的大 因为有时候说 你随便去做低接 可能说 好跌了10% 你去低接 还有另外的10% 又还有另外的10% 就是说它这整段 可能要跌个3 4 10% 结果你在10%就去做低接 那后面不就白赔了 所以你看3661的世新 你可以发现到 通常我都是跟大家说 跌下来 我会告诉大家买点 没错嘛 我会直接跟大家说 这是一个买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在上礼拜五的世新 我没有告诉你这是买点 还记得吧 我是告诉大家 世新买点还没到 等到1100以下 这才是一个最漂亮 最甜的价位 记不记得 上礼拜有跌下来 很多人在问 跌停板的世新能不能去买 强势股的拉回 公开告诉大家吧 买点还没到 1100以下 才是一个真正的低风险 而且高报酬的买点 昨天 有没有 又杀了一根 7%的长黑 这就是我所谓的 大家都知道 好股票 拉回可以去买进 什么价位买 才是重点 你看 上礼拜五随便你去买 如果说 看到这一根长黑下去 做低阶下去做买进 昨天 现赔10万块 不夸张吧 上礼拜五买 昨天现赔10万块 是不是 好那你说 为什么我要等到1100 我再下去做买进 靠的就是产业家数字 透过产业我会知道 世新在今年 世新 它是IPC制裁 先进制程 AI相关的IP 趋势性绝对是没有问题 那因为说它是IP 所以本益比 基本是30倍起跳 对于一档IP股来讲 30倍的本益比很低 前年的IP 这种都是喷到 百倍 两百倍都有 好 给个最基本的30倍本益比 但因为说现在的 大氛围不好 所以我们就去抓一个 最低的EPS 世新今年要赚36到40块 那因为说目前整个行情 算是有点在震荡 所以我们就抓36 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 那以36元的EPS来讲 搭配上30倍的本益比 不就是1080元 所以当你掌握了产业 掌握了数字 你就会知道说 这档股票 它的建议售价 大概落在什么样的价位 那我们只要在这个建议售价的 底下去买 这就是真正的低风险 而且高报酬 所以你看 1100以下 你说最漂亮最漂亮买点 当然是1000元以下 以世新来讲 问题是1000元以下 我觉得难度很高 就是说要跌破1000元的几率很低 所以我们就抓1100元左右 1100元以下 这就是一个便宜的买点 所以当你掌握了产业 掌握了数字 你就会清楚知道 这档股票跌到哪里可以去买 那当还没有跌掉这个价位 我们就不要随便去出手 有没有 如果说好 你是一个很积极的投资人 反向在这个位置下去做放空也可以 昨天也是现赚一根跌停板 那你了解到这样的价位 昨天很轻松就是避开一根 接近10%的长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强调说 其实掌握产业跟掌握数字 可以解决你操作上90%以上的问题 真的不夸张 尤其是在目前的盘式 所以这也是说为什么 你一定要来找我 因为产业加数字 就是我最擅长的 那产业加数字 我们可以把整个操作 变得非常的具体 什么点位要买要卖 你都很清楚 创意也是 你去看 参赐四川的创意 上周也有特别强调 创意买点还没到 不要去乱接 是不是 昨天一根跌停板杀下来 你去看 因为说在节目上 我比较少讲空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你是比较积极的投资人 听到我们这样讲 你在上个礼拜去放空 昨天一样是轻松赚到一根跌停板 上礼拜也是强调 创意的买点还没到 再等等 那你去看 也是一样 透过产业我会知道 创意是做先进制程的IP 本益比基本30倍没问题 那因为说创意在今年 预估30到32 目前的氛围不好 抓个最低限度的标准 30元 30元的EPS 搭配上30倍的本益比 合理建议售价 就大概是900块钱左右 所以在900块钱以下去买 这就是真正的低风险 而且高报酬 所以你这样 是不是就很清楚 你会知道说 这档股票我要在什么价位 以下去买 才是真正的最低风险 最大的报酬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长期以来 绩效都可以保持在 这么高的水准之上 因为我只会坚持去买 低于建议售价的股票 这些便宜的好股票 我们都只会去买在说 它一个最低风险 最高报酬的位置 所以在这个时间 其实很多这类型的股票 我们都是在等一个 好的买点 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 因为说这一次的急跌 整体大格局 不会去反转 就是说 可能会震荡 可能会修正 但是大趋势不会改变 既然大趋势不会改变 对于便宜好股票来讲 拉回来这就是很好很好的买点 把握机会 如果说手上的持股 不知道能不能续报 能不能加码 广告时间 欢迎打电话进来 广告时间也记得先加入 我们的LINE好友 小老鼠 WE178 WE178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想跟上下一档表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N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所以这个观念 我们大概讲一个礼拜了 就是说台股完全不用去做担心 大格局没有变 这大家都已经了解 但是现在重点来 什么股票可以买 什么股票我们要优先出场 这就会变成现在的重点 所以你去想 我当时目前的盘势是比较混乱 可能说大家疑问会非常非常的多 说这一档股票能不能续报 能不能加码干嘛干嘛的 那就像我讲的其实你只要把产业加数字 套用上这一档股票 你只要说好你手上这一档股票 它的合理的建议售价是多少 其实不论说你要去续报要去加码 通通都没有问题 所以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嘛 掌握的产业 搭配上未来的预估数字 操作上90%的问题 通通都会解决掉 所以有任何的疑问 或是你想知道的任何东西 在我们的LINE好友里面都有 现在右下角的QR Code 可以直接拿起手机 用手机的相机直接扫描 就可以加入 大家可以自己去里面寻宝 好那你去看 创意跟市新 就像我们讲的嘛 就算要去低接也不是乱接 不是说看到跌就去接 要去判断什么样的价位 是低风险而且高报酬 是不是 创意轻松避开一根跌停板 市新轻松避开10万元的亏损 那如果说你是积极的投资人 上礼拜反向去放空轻松赚10万 反向去放空轻松赚到一根跌停板 这就是产业加数字 好那我们反观 因为创意跟市新是上礼拜 特别拿出来提醒 买点还没到 跌下来 那你再去看 反观像是其他的 6811的宏基资讯 宏基资讯 这是我们上礼拜在强调 震荡要去找买点 因为它的位阶不贵 6811的宏基资讯 就像我们讲的 AI软体的服务商 今年要赚12到13块 只要你看在这个时间点 只要你看到跟AI相关 AI软体相关 AI整合相关 就是说跟AI相关的 所有供应链 本益比20倍起跳都差不多 因为说它这个东西 是很新的产品 像是当时元宇宙 所以它一定可以享用 比较高的本益比20倍起跳 6811的宏基资讯来去看 这个位置 我们在220到230 这个位置买 4月19号 一根涨停板256 4月20号 创高273 开高走低 当时我还特别强调 不要去看技术面 不要去看技术面 就觉得好像高档 怎么样怎么样去看 如果说单纯去看技术面 这个形态是很糟糕的 开高走低 中场跌了5%还爆量 怎么看这里都是要高档反转 但是我告诉大家 股价还不贵 隔一天小幅震荡 还是告诉大家 股价还不贵 你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世新跟创意 我会告诉你先不要买 但是宏基资讯 我会告诉你震荡这里 就一定要去留意买点 4月24 轻松一根涨停板 昨天盘中又是大涨了8%以上 最高来到298 从220到230开始布局 涨幅租租30% 昨天又在创高 是不是 这就是产业结合上数字 得出来的产物 在这么烂的盘式之下 贵买只中大跌快3% 这是一个很夸张的跌幅 昨天加权指数还跌了256点 接近300点 在这么诡异的盘式之下 还能够大涨30% 夸不夸张 其实是不夸张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 你了解产业 加上未来的预估数字 这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这是我一直在强调逻辑 就是说你不会觉得它涨上来 好像特别的惊喜或怎么样 就是说它这个东西 是它本来就应该要走的路 尤其是现在是一个长多格局 在一个长多格局里面 就像我们讲的 好股票市场一定会买单 它早晚都一定会涨 所以像681的宏基资讯 你就去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同样都是上周在讲的股票 世心告诉你买点还没到 再等等 真的跌下来 宏基资讯告诉你震荡你要去找买点 这几天就创高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主要就是因为说它的位阶 位阶的不同 操作方式当然也不同 220到298 在这种盘式下赚到30% 非常非常的 不错 8091的祥敏 祥敏也是 你去看 90元上下去买进 一路往上拉 最高114 就像我讲的 这是标准的强势股形态 没有错 强势股的形态 往上拉 那你说 好拉回到哪里 我们可以去做买进 就像我讲的 只要低于100 都是一个便宜的价位 你去看 这真的就很夸张 我们说低于100 当时有讲 今年EPS 9到10块钱 只要低于100 本益比就不到10倍 这就是确定便宜 而且低风险高报酬的买点 上礼拜五 跌破100元 最低到了99.9 就一跌破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有人 挂在100元以下 下去等着要买 99.9 马上往上拉 有没有 稍微的跌破100 4月24 隔一天马上 涨停板 接近涨停板 最高到111 很轻松就赚到了10% 昨天 相对还是强势啊 整体格局 比大阪强非常的多 所以其实 在这个时间 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我只能说 这是一个 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因为 因为台股目前是出生段 只有在这种出生段里面 你才会看到说 这么多本益比不到10倍 或者说10倍出头的股票 我跟你保证 我们要换个角度去看 假设说你现在去找 法国股市里面的股票 你绝对找不到什么 本益比不到10倍的股票 它位阶就被垫高了 所以你真的要赚一笔大的 要赚一个大波段 现在一定要去买股票 因为这个真的就是送分歧 太便宜了 包含像是6874的背力 来去看 这也是AI软体代理相关的指标 4月24 一根涨停板 也是告诉大家 昨天 跳空上去 直接锁死 最高到199.5 有没有 它的本益比已经到了40倍 其他的AI软体相关 天花板就会一直被垫高 一直被垫高 这就是产业的逻辑 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 这一次的机会 尤其是满手现金的投资人 这一次的急跌 对于很多好股票 这真的是 一次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如果说手上的持股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不知道该买还是该卖 到底能不能续报 或是说加码 欢迎利用盘中时间 直接打电话进来询问 或是直接私讯我的LINE好友 给我你的股名 代号跟章数 都会去帮你做评估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